男人 女人 让我送开 我就不信 你过来 等待会儿药力上来 你就该求我了 陈殿子 你是神傻子吗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 你还听不明白是吗 好 那我就告诉你 郭奶奶我就喜欢玩小白脸 就你这德行 我看就连饭都吃不下 没心思跟你玩 送手 娘伯伯的 老子就不信这个邪 放下来 天子 你放下来 放开我 给老子入洞房了 撒手放下 三姨太放下 凭什么 凭他是君座的三姨太 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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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这个老东西出来说 这是你的三姨太 我就还给你 君座不在 第七军还在 把他们俩的第七军了 就剩两个半人了 还第七军 再说 再说 就算是第七军算 老子是一团长 你是三团长 凭什么管我 告诉你 今天你们这个三姨太 老子睡定了 当我这死 你放下 闪开 你放下 慢点 鬼婴妹子 你不在家里好好养胎 出来管什么闲事啊 有我在 抢女人就不是闲事 看好啊 这是你仇人的三姨太 我把她睡了 就是给你报仇了 这个账她算不过来 去啊 回家养胎去听话 事情一码归一码 放了 凭什么 不凭什么 有我在 糟蹋女人就不行 你太欺负人了 鬼婴妹妹 你怀孕了 奇才你又不让我碰 我自己抓了一个 你仇人的三姨太 也不行 你想活活把我憋死吗 我告诉你 这把大天说起来 这个娘我也睡定了 陈爹子我再说一遍 有我在银垫山一天 你糟蹋女人就不行 好好好 我求你一块走走走 去哪儿去哪儿 回你的十百战去吧 去吧 回去可以呀 你可别哭着求我回来 我哭着求你 不就是十两黄金吗 老子不要了 你滚 什么十两黄金啊 这几个 算老子晦气 你也是 老子找动作 碎女人 第一次这么麻烦 你也是个扫把心 滚吧 哇 你还挺好的 你几个我 你也要回家 你只是滚了 女人 这就是男人 看 那就是男人 濒 我是儿子 这就是民主 看 你怎么能静 我 让是男人 我怎么不能叫 我叫得挺舒适的 我还要告诉你 我跟钟玉玲 我和三姨太认识那么久了 理应当保护她 三姨太 我来晚了 让你受委屈了 三大长 在 送三姨太回房休息 是 是 你跟我玉林弟弟怎么着了 我跟你玉林弟弟 三姨太 你该去休息了 现在是你 当然三姨太 你都これは 她买丫头 我会去 你用鸡意 也有一个 要用鸡意 也有点 我会记得 你不在买丫头 更加惨了 这个女人 你们俩被搭越了 你们俩不在买 孟主姐 你不是有身孕了嗎 怎麼出來了 快回去休息吧 玉琳哥 你胳膊怎麼了 沒事兒 皮外伤 我拿孟主姐給我的金瘡藥 一擦就好了 快扶小姐回去 不然 快扶小姐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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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ме 田囚長 玉琳 彩晘 來来 下山大椅子受傷了 healthcare老爸 我們就是不小心摔了一下 何派人 你这段时间神神秘秘 山上山下的忙 你看 山上粮食也没有多 女人也没有 人还跑了不少 你说你忙个啥了 你就好好玩你的吧 别操那些没用的心 等我忙完了 这人和粮食都少不了你 女人呢 当然也少不了 谁信啊 我跟你去大茶城 等回来 我的一天是老我成了别人的了 你整天就在这儿骗我 我看你能把我骗到什么时候 等那些 披着黑皮的四眼哈狗 都跑干净了 我看你怎么办 不如你帮我干嘛 劝一劝周佩龙的三姨太从来玩 我一高兴就让你留在银店上呢 你就帮我这个忙 成了圣诞 我让你帮你做的 我看你 抒职员 到这儿的 你罹到这儿 你现在要贴了 我看你 我看这儿 你不看你 都看你 你不看你 你一定会有任何人 来 黄胡思 有个情况 我不知道陶排长 有没有跟你传达 军分区已经决定 近期组织优势兵力 攻打营电山 到时候会有专人 跟你们卫生科协调 野战救护工作 你和沐医生有个准备 是 盖县长 盖县长好 好 我长这么大 从来就是想谁哪个女人 就谁哪个女人 天王老子也管不着 既然你那么有本事去抢 你跟我商量什么呀 益团长 你这长得像条汉子似的 你这长得像条汉子似的 但怎么在我看来 你这软不邋遢的 就跟个娘们似的 你是谁是娘们 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 看咱俩谁是娘们 我看你还是没明白 你打死我三姨太也不是你的 你打死我三姨太也不是你的 不过 你要是能把周裴隆打死 那这事就不一定了 兴许 兴许 就有希望了 那你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清楚啊 这周裴隆要是死了 三姨太就没了男人 那你明正言顺地追求他 我肯定不拦他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这周裴隆现在可是党国的叛徒 你杀他没有问题 至于三团长和他的弟兄们 有我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 再着说 你把周裴隆一杀你就是党国的英雄 这自古美人爱英雄 说不定三姨太到时候 反而投怀送抱 你再绕老子 你当我是个真颠子 你绕来绕去 就是想让我帮你杀周裴隆 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周裴隆现在投了共党 你不杀他自然有别人杀他 只不过不一样的是 如果你把周裴隆杀了 那你在银店山上就树立了威信 以后 我可以跟台湾方面申请 由你来做第七军的军长 到时候 你就把周裴隆的职位和女人 一锅端了 我也不瞒你 现在三团长也琢磨这事了 他要是先把周裴隆杀了 要当地区军的军长 那我也得遵止 总之啊 谁杀了周裴隆 三一太 这可是你说的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好 就这么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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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